終於終於等到這一天可以跟你們分享 我終於拆牙套了 我超久沒有更新牙套日記 因為其實最近這一年就是後半期 我的牙齒都是在微調的狀態 其實差異都超級超級小的 然後牙醫最喜歡跟你說就是 快可以拆了快可以拆了 可是每次都還要再塗個好幾個月 然後這一次是因為如果有看我IG應該知道我 下個禮拜就要出國了 我要去法國留學 之後也會分享我的vlog跟一些留學的心情給你們 我自己現在是非常期待而且還蠻緊張的 看到自己牙齒很感動 如果有拆過牙套的女孩應該懂我現在的心情 就是天啊 自己的牙齒可以長得這麼整齊 現在是剛拆完的第二天 然後我第一天的時候超級不習慣 因為你的你知道你的那個嘴唇內側 終於碰到牙齒的感受其實很怪 就是滑滑的 因為已經帶那個鐵帶太久了 然後就怎麼完全沒有那種刺刺的感覺 然後碰到自己牙齒 原來自己牙齒的觸感是這樣 很不習慣 而且講話甚至會落我紅會大舌頭 因為就是已經有點不知道怎麼用 這國際的牙齒講話很好笑 連咬東西都覺得很怪 這東西怎麼咬一咬就 就...就...就...就吞下去了 然後我明天要去拿維持器 就是擦牙套的時候呢 它最後會幫我做一個膜 就是用那種很像口香糖的薑 在牙齒就是敷厚厚一層 然後印那個膜的形狀 然後禮拜五的時候我就可以去拿了 可是我要跟你說 我拆牙套的過程真的是超級驚悚 因為我一直以為應該沒什麼 就是拆掉而已 然後我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 可是我覺得拆牙套超痛的耶 因為它是拿...直接拿鐵鉗 然後就是好像在撿那個圓液 撿那個柵欄的鐵絲一樣 就是用那個鐵鉗硬把它...就咬咬咬 然後牙齒很像就是...在石頭 石頭被敲打這樣 敲碎的感覺 然後牙套跟牙齒就黏得很密很密 所以它就是在那邊夾的時候 超用力的在那邊撿 然後就咬咬咬咬 超痛很像在拔牙一樣 就是我的牙齒跟那個牙套黏得太緊 所以它就是超級用力的 我感覺到那個牙醫使出它吃奶的力氣在夾 然後這夾好幾...就是好幾段才全部掉 我整個已經快痛死了 但是最恐怖的還沒來 最恐怖的就是...拔骨丁 因為我...就是牙齦的兩側 兩上方兩側有裝骨丁 就是為了...讓我的上排牙齒可以推得更進去 其實效果蠻好的就是... 拆骨丁的時候比... 裝上去的時候痛大概十倍吧 因為它是一個很像螺絲釘的東西 我在想不會嚇到你們 其實沒有那麼痛 只是因為我個人很怕痛 它是直接用徒手把它鑽進去 所以在拔出來的時候也是徒手這樣 鑽鑽鑽鑽出來 然後你就覺得有異物感 有什麼東西從你的肉裡抽出來 也不是痛 可是你就會覺得酸酸軟軟的 痾...然後... 不太舒服 因為它會這樣慢慢一圈圈轉出來 痾... 我光想到就覺得很痛 而且我在牙醫那邊... 診所裡面整個該該叫 拆完骨丁之後還沒結束 最恐怖最痛的地方是... 洗牙 我一直都不知道洗牙可以痛成這樣 雖然你知道洗牙有時候水素很強 沖到你牙齦的縫縫會刺刺的 可是... 因為我剛常染牙套 我覺得我牙齒可能很敏感 而且你牙齦的部分 平常很少清理到 所以我那天真的是快痛到不行 我真的痛到泛淚 然後手腳冒汗這樣子 然後我漱口的時候發現 就是都是血 因為它水素開很強 然後狂衝你每一個縫 然後有些縫已經很敏感 痛它還繼續衝你 你知道那就是很像... 已經有一個傷口 然後你還繼續狂去刺它那個感覺 我真的超怕洗牙的 就是我痛到... 拆完牙套了好幾個小時的 後來那半天都還很痛 就是我的牙齦都很痠軟 可是成果是值得的 因為我後來... 痛完之後照鏡子 就...媽呀好感動 終於看到... 我整齊的牙齒 而且... 其實是蠻白的 也算感謝牙齦幫我這麼用力的洗牙 啊... 所以這就是牙套日記的最後一集了 我的牙套之路終於在今天結束了 雖然過程很辛苦 然後也花了一筆錢 可是... 看到成果就覺得非常值得 而且其實也才痛苦這一兩年 就可以擁有美美的牙齒 當然維持器還是要好好戴 因為畢竟我也是戴了第二次牙套 小時候戴過就是沒有好好戴維持器 造成長大又變亂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戴維持器 之後的影片就會分享我在國外的生活了 好期待 掰掰